可就在这一瞬间 唐三前庄的身体却硬生生的停住了 同样抬起了双手 而且并没有释放出来阴草 双掌迎上了火无双的双拳 手腕处轻微的抖动了一下 双臂各自带起一个奇妙的弧线 火无双立刻感到了不对 自己输出的力量似乎遇到了一层绵软的屏障 轰出的两拳充满了有力没处使的感觉 更令他吃惊的是 在自己拳头上的临片接触到唐三的力量后 并没有引起爆炸 而是被牵引到一旁 就像是有人用手拉了他一下似的 跟着自己挥拳的冲力火无双的身体 顿时一个猎切 唐三消失了 就在火无双失去平衡的一瞬间 消失了 下一刻 火无双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涌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被送了出去 身体在半空中发出一连串的轰鸣之声 正是他发动了自己领甲内蕴含的爆裂火元素 可惜的是 他的反应终究慢了一拍 爆炸力虽然强横 但是却在空中 根本就没能作用在唐三身上 这就是鬼影弥宗部配合空鹤秦龙产生的效果 这些日子以来 唐三想了很多东西 他突然发现 自从拥有了魂迹以来 自己似乎忽略了原本十分强大的能力 没错 魂迹确实好用 而且直接简单 可实际上 自己的唐门绝学 又怎么会比那些魂迹差呢 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的话 自己从玄天宝露上修炼的唐门绝学 本身就是一个个技能 子极魔童式 鬼影弥宗 控鹤秦龙 玄御守 这些不都是吗 就算唐门最擅长的暗器不能使用 但自己还不能使用这些吗 如果把之前的过程放慢一些 就能看清唐三发动的整个过程 以控吓秦龙 卸掉对手的攻击 鬼影弥宗带着他闪身到火无霜背后 玄御守带着秦龙劲推出 爆炸力虽然沾染了一些 但玄御守是何等坚韧 根本就不会受到伤害 而火无霜的身体却已经被飞快的推了出去 七道蓝银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紫红色的光彩 宛如七道长空一般从天而降 此时火无霜完全是背对着唐三的 他只能感受到空中的压力 却看不到究竟是怎样的攻击 而唐三这蓝银草所取的攻击时间 正好是他身上鳞片能量刚刚爆炸 魂力正在凝聚 还发不出下一个魂迹的尴尬时间 控制 这依旧是控制 只不过控制的是细节和精准 细节决定成败 在这一刻 唐三正是凭借的这一点 瞬间将优势最大化 蓝银草毫无悬念的披上了火无霜的后背 七根蓝银草抽击的是同一个位置 第一下就已经将空中的火无霜抽击在地 从第二下开始 令火无霜无法忍受的剧痛 已经瞬间传遍全身 带着麻痹和抽搐的感觉 他所能做的就只是迅速翻身 弹起 可后背却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 不要忘了 蓝银草上是附带着剧毒的 来自人面魔珠的剧毒 以及鬼藤的尖刺 失去了鳞片保护的火无霜 此时不但被毒素全面入侵 而且那剧烈的疼痛 极大程度的影响着他的魂力凝聚和精神集中 唐三的脸色依旧是那么平静 但是他却并不给对方缓过气来的机会 就在火无霜身体弹起 正准备面向唐三的时候 他的脚下却突然一紧 没有任何预兆的一根最普通的蓝银草 缠绕上了他的脚脖子 再次令他失去了平衡 为了防御和反击 火无霜刚刚凝聚的魂力几乎都在上半身 再次倒地 他想要用爆炸性的力量化解脚腕上的缠绕 也是需要时间的 可是他的整个身体 却已经在那蓝银草的带动下飞了起来 这一次火无霜的身体是被甩向远处的 而地面上的唐三却已经虚幻般跟进 十二根蓝银草随着他右臂的挥动出现 依旧是攻击的同一位置 爆裂声几乎是不间断的响起 一声声轰鸣在空中迸发 这一次火无霜的身体已经有了防御 在一声声爆炸中 十二根蓝银草先后破碎 但那刺骨的抽击疼痛 以及自身火元素爆炸所产生的震荡 却依旧令火无霜痛不欲生 一直强忍着的一口溺血 也终于在空中喷了出来 终于挡住了最后一根蓝银草 火无霜拼尽全力 才控制住自身的身体 双脚落地 不至于再次出丑 同时他也迫不及待地 爆发出一连串的攻击在空处 唯恐那恐怖如零蛇般的蓝银草 再次缠绕到自己身上 你输了 唐三的攻击没有再次出现 传来的只有他那平静的声音 火无霜此时再回过神来 定睛看时 脸上不禁一阵惨白 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出了比赛场地 正好落在边缘处一米外 他此时才明白过来 唐三之所以将它甩起后 挥出了十二根蓝银草 抽击在自己身上 并不是要把自己攻击到如何 而是利用蓝银草抽击的力量 和自己身体的爆发力 把自己送出更远的距离 出了场地 不论情况如何 就已经意味着失败 火无霜正正地看着唐三 他并没有不服气 相反的 他突然发现 自己心中产生的挫败感 竟是如此强烈 面对唐三 迎来的不是他的控制 而是他的强功 控制系魂师的精准 强功系与敏功系 结合的速度与力量 从双方第一次接触的一瞬间 到最后的结束 自己根本连缓过气 施展更强魂技的机会都没有 而唐三施展的 最多也只能算是第一魂技 甚至还不是第一魂技的全部 只是挥动几根蓝银草 又能浪费他多少魂力呢 暗气 不止包括投掷类 还有积阔类 和很少出现的锁类 唐三正是将暗气中锁类施展方式 用在了自己的蓝银草之上 早在以前的流行人锤上 他就用过 可这些天的苦修 却令他真正的认识到了 唐文绝学与魂技结合的重要性 也正在真正的将这二者 结合在一起 四十二级对四十二级 获胜的一方魂力消耗 却几乎可以忽略 这就是唐三苦修后 得到的效果 在实战中 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令原本以为 能够一拼的火无双 根本就没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就已经败北 甚至连消耗唐三的魂力都做不到 你在面对我的时候 缺乏了信心 一名魂师如果没有了信心 又怎么可能获胜呢 唐三的话在火无双耳中响起 在看唐三那双平静的眼眸时 火无双突然发现 眼前这个明明比自己年纪要小的青年 却似乎成了自己的老师 火无已经跑了过来 抓住火无双的双臂 一脸关系的问道 哥 你怎么样 火无双摇了摇头 我没事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火无猛的抬起头 双眼之中 似乎有火焰喷射出来似的 狠狠的灼烧着唐三 唐三的目光依旧平静 看着火无没有任何情绪 第一场比赛就这么结束了 虽然场面并没有预选赛那种纷乱 也没有掌声和欢呼 但唐三的表现却依旧征服了全场 哪怕是七宝流利宗宗主宁峰制都发现 这个孩子自己已经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小小年纪竟然已经有了几分大家风范 眼角的余光飘向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 宁峰制日有些惊讶的发现 萨拉斯的脸色很平静 并没有因为唐三的表现而产生出什么情绪激动 似乎只是在看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比赛似的 接下来的比赛对于唐三来说显得是那么简单 他始终是那样从容 赤火学院接连出战五名队员 其中那对双胞胎兄弟火云火雨更是从39级突破到了40级 却没有一个人能让唐三释放出第三魂迹的 赤火学院相当于已经拥有了四名40级以上的魂师 可出场六人却依旧没能阻止唐三的前进脚步 魂力依旧充盈 从他脸上甚至看不到一丝疲惫之色 就在这样情况下 赤火学院最后一名队员副队长火舞沉重的走上了比赛场地 一穿六 晋级赛开赛以来最为悬殊的比分出现了 而且被穿掉六个人的还是老牌竞队赤火学院 这是在比赛开始之前谁也无法想象到情况 可他就这样真实的发生 看着阴沉着脸上台的火舞唐三深吸口气 虽然他表面上看上去和进行第一场比赛时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实际上此时他已经非常疲倦 魂力是尽可能的节省了 可在之前的六场比赛中 他毕竟曾经面对了三名40级以上的对手 除了火无双之外 火云和火雨兄弟二人的火鹤武器带给他不小的麻烦 尤其是他们一上来就使用了最强的魂技 令唐三在闪躲和逃脱出攻击范围的时候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更何况 节省魂力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对自己的每一个能力使用都控制到最精确的程度 这需要的计算量是何等庞大 因此 因此虽然唐三此时的魂力消耗只有四成左右 可实际上他的精神消耗却已经超过了七成 强弩之末而已 观战者 不论是皇家骑士团的战士 还是其他学院的魂师 现在想看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唐三能否以一己之力击溃赤火学院 完成一川七的壮举 注视着唐三活武此时反而渐渐进入着瓶颈 他知道这场比赛不只是自己与唐三之间的事 也关系到赤火学院的荣辱 如果自己败了 让对方完成一川七 那么赤火学院在五元素学院中将永远抬不起头来 所以不论如何自己都不能办 绝不能办 正是带着这必胜的信念活武冷静下来 他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是赤火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天才 这段时间的苦恋令他的魂力再近一级 已经达到了四十四级的程度 他相信自己不论是武魂还是魂力都应该在眼前这个青年之上 可为什么为什么整个赤火学院都无法战胜他一个人呢 就因为他是控制系魂师 因为他的活缅 不 肯定不止这些 唐三静静地看着火武在自己三十米外站定身体 他惊讶地发现火武的气息似乎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他和火武没有过什么交流 每次看到他 他身上所散发的似乎都是充满火爆的气息 从某些方面看 性格和柳二龙倒是十分相像 可此时沉静下来的火武却像是变了个人 原本就十分修长的身体 在皮肤表面淡淡的红光映尘下显得更加美艳 似乎能够燃烧所有男人的心事的 摇身一晃 火武背后渐渐浮现出一层淡淡的橘红色影子 和他身形一模一样的影子 模糊的火影充满了虚幻的感觉 但这就是他的武魂 火影 火属性的影子 一种极其特殊 却可以将火元素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武魂 今天这场晋级赛 赤火学院显然已经不可能获胜了 毕竟史莱克学院后面还有六个人 但是这场比赛的胜利 火武却已经下定死制 无论如何也要获得 比赛开始 唐三一直在思考 火武会用怎样的进攻方式 在裁判宣布开始的同时 火武给出了答案 奔跑 火武修长而有力的双腿 飞快的律动起来 直奔唐三冲了过来 他的速度虽然无法和敏攻系浑尸相比 但达到四十级以后 浑身的身体在浑环带来的属性和自身的魂力作用下 已经远超常人 他这一全力冲锋 速度也是快的惊人 两人之间的距离飞快的拉近着 一根兰茵草 激荡而出 横扫 目标正是火武那纤细 却充满力量的小蛮腰 试探性进攻 唐三此时的精力已经消耗很大 主动出击的计算量 比鼠猪带兔要大得多 他选择了 稳守反击的战略 有着火免疫的优势在 火武的技能 作用在自己身上 也只能像火武霜那样 以爆裂形势施展 所以 唐三并不十分担心 如果火武施展的是第四魂迹 蓄力的过程 就足以让自己做出反应呢 面对兰茵草的横扫 火武不但没有闪躲 反而速度更增几分 两人三十米的距离 眨眼间已经缩短到了十米 火武的双眼亮了起来 明亮的大眼睛闪亮同时 他身上的第三魂环 也已经同时发光 紫色光运弥漫 为他更增几分姿色 突然之间 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 顿时明白了火武的攻击方式 蓝茵草横扫不变 他的身体也飞快地动了起来 既不是前进 也不是后退 而是横移 飞速朝着横向移动 火武似乎已经预料到了唐三的反应 他的原本直冲的身形 立刻改为斜冲 却依旧是朝着唐三逼去 就在蓝茵草即将上身的一瞬间 火武的第三魂迹 抗拒火环发动 耀眼的橘红色光环瞬间释放 这没有任何攻击力的魂迹 一瞬间就将近身的蓝茵草草挡开 整个魂迹覆盖范围达到了恐怖的直径60米 而他此时和唐三的距离不过10米 半径30米的抗拒火环 在挡开蓝茵草的同时 也将唐三的身体远远的送了出去 整个比赛场地的直径是100米 火武的抗拒火环直径是60米 可以说覆盖了场地大部分范围 唐三在抗拒火环的推动下 几乎一瞬间就已经接近了比赛场地的边缘 出了场地就算输 在第一场比赛中 唐三就是利用这个规则击败火无双的 而火武的抗拒火环最恐怖的方式 就是无视任何技能和防御 在攻击范围内的一切技能都将暂时被驱逐 当然对手的攻击技能不能超过这自身魂力十几以上 火武的身形没有任何停顿 就在唐三被逼到边缘的同时 又是一个抗拒火环亮起 唐三心中暗叹一声 这丫头看上去脾气火爆 可实际上却十分聪明 控制器魂师果然非同凡响 利用抗拒火环一瞬间就将自己逼到了难处 此时就算是他的第四魂技 最多也只能暂时阻止火武前进的脚步 而无法阻止抗拒火环发出 这原本是防身的技能被火武这样使用 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抗拒火环当然不是绝对的 否则这晋级赛也不用打了 只要凭借这个技能 火武就足以横扫所有对手 抗拒火环的限制在于它的高度 它的作用范围是直径六十米 高度为三米 也就是说空中三米是抗拒火环无法顾及的范围 除非火武的抗拒火环是直接朝向空中发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 唐三的鬼影迷宗再精妙 也无法闪躲开抗拒火环的攻击 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腾空 眼看着火武第二次的抗拒火环瞬间释放 唐三纵身而起 从抗拒火环上飘然越过 看到这一幕 火武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 虽然连发两次抗拒火环令他耗费了不少魂力 但把唐三逼入空中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小武身上的四个魂环 在唐三唐身而起的一瞬间同时闪亮 背后的火影也在瞬间变成了白赤色 容环 比赛场地外 正在观看比赛的大师骤然惊呼一声 容环并不是一种技巧 而是一种天赋 只有一些极其特殊的魂师 才有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在瞬间 将自己几个魂环输出技能时所能释放的魂力同时释放 也可以说是一瞬间大幅度将魂力释放出来 使用一个魂技 容环最大的好处就是爆发力 简单来说如同一个水潭 只有一个出口 那么水也就只能从这一个出口流出 虽然总是会流干的 可怎么也比不上四个出口同时流出的快 在上一次预选赛的时候 大师就猜测火舞拥有这样的技能 只是当时他还有辅助系魂师的帮助 大师不敢肯定 但此时却已经完全可以认定 他所使用的就是容环 在容环的情况下 自身魂力输出最大化 此时再使用的魂技威力无疑也会倍增 白赤色在掌心凝结 这一次火舞释放的再不是炽热 而是凝聚的爆裂 一个只有鸡蛋大小的白色光球飘然而出 直奔空中的唐三飞去 释放出这个白色光球 火舞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 与火舞双的攻击方式不同 当火舞手中的白色光球刚刚出手的一刹那 唐三就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竟然变得迟滞了 仿佛那颗看上去不大的光球 拥有无限的吸引力一般 身在空中 它本就无法闪躲 眼看着那白色小球 向自己击飞而来 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有硬挡 硬挡也有很多种 尽管身处不利的位置 但唐三却依旧没有放弃 右手一抬 今天的第一次第三魂祭 释放出来